没有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 你们都不知道 那是梦想三 当然也不会是他们 我想这是老爷子的一见三丢之计 一则敲山镇虎 二则投石问路 三则弄假成真也 说人话 好 说人话 这个就是说 这是老爷子故意放出风来 让你们当好人 你们就不好再反对了 他就名正言顺地把荷花给取回家了 咱爸真是你说怎么办呢 这反正不能由了他性子来呀 大姐啊 你去跟咱爸说说 都这么大岁数了 你别老是去赶那时髦 这将来都是咱们的麻烦 你姐又不会说个整话 东西拿到西一棒的 抓不住主题 她去了只能是十多其反 我怎么就不能说个话了 就你呢 反正我觉得这事啊 咱不能眼看着 让他把老太太弄回家 请神容易送神难哪 要是老太太真进了那门 说不定还过得不错 大萍 你别不管 你想想折呀 没有啊 没有啊 你 你想想折行不行啊 这 你说你都没折了 我能有什么折啊 二萍 你整天跟爸住在一块 你说说他呗 不 我 我这正是因为跟他住在一块 所以才不好说呀 你看你们 都做好人 那我也不管了 不是 大姐 大姐 我跟你说 你是家里老大 对 家里的事我们都听你的 少给我戴高帽子啊 依我看啊 你姐去也是白去 除了挨敦妈 没有别的其他的 那您说怎么办呀 你这么聪明 你还问我干什么呀 我聪明什么呀 有姐夫在谁敢说聪明 你别忽悠姐夫了 哎呀 别拽了 有啥你就说吧 依我看啊 只有一个办法 福底抽薪 这才我懂 怎么会抽法 让大萍 以家中长子的身份 带着二萍和三儿 一起去找合伙 他也就非常诚恳地和他谈 要动之以情小之以理 告诉他 这事成不了 只要让他死了心 他就进不了家门 这证领不成了 那我觉得还是大姐大哥 你们去比较合适 不是 那个 姐夫 方针政策 包括策略都是对的 但是 您在这家也这么多年了 是吧 姐 情况你都了解 咱妈死得早 自从咱妈走了之后 好多事都是大姐 说了算是吧 姐 大萍 我不是说你 一让你干什么 你就有得说的 不是 你别急呀 你不在后边撑着 我心里确实没底 别跟我来这套了啊 这事就这么着了 咱俩去 羊群里的骆驼 就嫌你能了 你管我 都像你啊 遇到事就像缩驼的乌龟似的 像个男人吗 你懂什么呀 这叫丈夫之志可大可小 君子之身可屈可身也 我怕这一辈子 我就看你去了 从来没看你身过 孟大萍看着赵宽生 煞有介事的样子 觉得他和孟婷 真是天生的一对 他们有滋有味地 品尝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而且满怀豪情 相比之下 自己就缺少这种耐心 解散公司的事 已让他心力交瘁了 可仁慈的父亲 还要出其不意地 整出点事来 让他应接不下 是邱娟来的吗 孟子回来了 坐坐坐 这次实在是对不住了 本来还想给公司拉一笔大活的 你呀想的太多 其实这个事我有心里准备 干公司哪有国贸风险的呀 你别往心里去啊 是啊 这不那个邱娟啊 把家里的钱拿来了 说是要还我们 这怎么行呢 你把我们两口子当成什么人了 不管什么人 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 你们都那么信任我 虽然说公司要解散了 但是我也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不行不行不行 我跟你说啊 我是公司总经理是吧 出了事我负责任 再说公司也 你知道了是吧 是 我都告诉他了 我还跟他说 等以后北京加盟店的事 做出来了 还请他回来呢 是不是邱娟 对对对 愿意就回来 谁愿意 你们俩啊 我当然愿意了 我还得看着你呢 看着我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这怎么了这是 她大姐 和花婶子 您挺好的吧 挺好的 不是 靠着坐 不用坐 不用坐 和花婶子 我们今天来呢 就是想 跟您商量商量您和我爸的事 我们都知道您跟我爸挺合得来的 对 可我爸那个人吧 他脾气特别的古怪 我们担心您跟他相处不好 对 因为让我们惹出麻烦呢 挺不合适的 是 所以我们兄弟几个啊 都挺不赞成的 是吧 大萍 对对对 不赞成是吧 嗯 所以呢 我们这次来就想 那个 就想跟您说什么呢 您跟我爸就别再互相往来了 你们兄弟俩给您举个功吧 一举功 别别别 二举功 你们干啥呀 这是干啥呢 行了 你们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也就不说啥了 你们呢 把那心放得宽宽的 我何花是个有骨气的人 看得出来 我呀 不会为难您 太谢谢您了 不是 何花沈子 我们有些事我你们提前告诉 也是为您好 我怕人脾气不好 有时候在家轮起来就 他就为您 这人吧 他 他 他那个 他那个 您可千万别说我们哪来 不说 不说 千万不能说 对对对 你们放心 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说 那我们就走了 我们走了 我们走 别别别 把这儿拿走 不是 沈子 拿走 我不要 青春损失补很失补 不是 不是 就这样拿着拿着 拿着拿着 快我决烫手 大萍啊 这就对了啊 老人的事啊 要由着他 是 孝顺孝顺 是不是 你顺了 不也就孝了 是不是 哎呀 你们兄弟俩这个举动 得人心 顺民意啊 解放分林 都夸你们 好 你们 就应该遭到这个电视啊 报纸的表扬 你老说得对 我爸岁数大了 既然有这个心愿 我们就顺着他 高兴就完了呗 好 你爸这辈子 没白养啊你们 吃 行 帮着我走了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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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拖了 好 咱姐呢 我给她送回去了 再说她那个嘴受不了 一块儿来咱爸提心 好 快去吧 爸 晚辈妹要有你这种学习精神 那老孟家不得了 没出去转转啊 没有啊 那个中城的房子怎么样了 这 妥了 住公司呗 那 那哪是戴老许同志买的啊 是啊 嗯 老许同没跟你说什么吗 他 他能跟我说什么 没说什么呀 那啥 你来没有别的事吗 没有啊就是过来陪陪您 没有什么要说的呀 我没说话说 你没什么要说的那就我说吧 嗯 什么事儿 我有一个事儿 想跟你说一下 啊 我 经过 慎重全面的考虑 我决定 把荷花 把荷花 再接回来 好啊 爸 只要您心里舒服 您 您怎么做 我们就支持 你这就对了嘛 这就叫孝孙 那好 那就把这个决定 你就 通报你大姐他们一下吧 爸 爸 爸 这么重大的决定 您亲自发布呗 你说 不更想它有群众基础吗 群众基础 我 真是的 我只是以为你 得替你去 自己的一日子 我不想过去 啊 我现在不想过去 你别 不都说好了吗 这孩子通了 你干啥啥 明天就过去啊 那我再好好想一想 哎呀 还有啥想的呀 咱们都说好了嘛 行 哎 是不是那个王二肉 又跟你说啥了 没有 没有 没有是吧 那也不得了 过去吧 哎呀 我不想说 以后你就知道了 你不说 你别逼我说 我不想说 不是你不说 我今儿就不走了 我就住在这儿 有啥呀你还说 你问你儿子 问你归你去吧 那个东西是他们拿来的 他们来了 都跟你说啥了 还能说啥呀 还能说啥呀 你你你你你你 你靠你们这三个玩意啊 说一套做一套 洋一套 言一套 嘴里一套 兜了一套 和你活来套你爹 叫了我不知道的你们 爸 你说我们哪敢套您呢 这件事情已经这样了 只要你高兴 就接回来呗 不过有个条件啊 您看这样行不行 何华婶子呢 您毕竟没在一起过过 真要想在一起过日子 那女人俩能不能适应 还真说不好 不如现在 像年轻人一样试婚 在一起试一段时间 挺好的 再去领证也不迟 免得以后有麻烦吧 屁话 我都土埋半截的人 让我去试婚 你以为这是买东西呢 管就管换哪 不不爸 现在好多老年人 都这样不丢人 什么不丢人 我一辈子堂堂正正 躺站得一半高 我不干就丢人的事 爸 其实啊 我们也这是为您考虑 你知道 也是为人家考虑 这双冠都考虑到 屁话 什么为我考虑 为人家考虑 你们通通是为你们自个儿考虑 等着 你们 你们 居然你们没念多少书 在下都认字 给我念 念 交通最近了 什么 念最好 黄火炼 应理直气壮 依法维权 你念 乌毛大厦 哪儿来乌毛我生生生 黄火炼 叫什么 严肃点 你 你念 爸 我哥我姐都念过了 我不用念了 我让你念 你就念 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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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进行理直气壮 就算行 嗯 行吧 念什么理直气壮就算行 我跟你们说啊 我跟你们究竟 兔仔的斗争 绝对不是再高抵问题 是一场尖锐复杂 又复杂的 斗争 我就要 听 你 deaf什么你们 Up 그게 我告诉你们 这白点黑字可不是我应来 我就要以这个为武器 和你们几个尖决斗争到底 不获全胜 我不罢休 严重 不是 于尼 爸 您这个 搞得怎么跟真事似的 有那么严重吗 当然严重了 你们俩放心吧 我已经跟你爸说了 我不会上你们家去的 何花婶子 我吼起来 不是那个意思 上次我们是不好意思 这次呢 就是吧 这个意思 就是向您赔个不是 对 你们哪有错 错都是我的 谁让我是农村人呢 高攀布上你们 不是不是 何花婶子 不是那个意思 我们那就是怕您不适应 对 我们都商量好了 对 您看 那何花婶的人多好啊 是是 跟咱爸有般配 对对 我们就想啊 意思是 让你们先适应适应 万一适应了一段时间 俩好和一好了 万一我爸那个脾气 您受不了 那就那就 那就 那不用说那就 不可能不可能 地方人又不合适 您就好好好散 对 就是这么个意思 对 这样对您也好 嗯 你们都商量好了 对 对 是一样是一样 对对对 何花婶子 现在我们城里啊 我姐说了 让我告诉您 就是可流行了 就这个 真的 那能行吗 行 行行行行 何花婶子太行了 我爸呀多少有点孤立 我们两个就想通过您 他这是想不开 没有 我是明白 您甭说我们来 您就说 您就说服他就行了 一句话的事 那行 谢谢您了 这个功 这个功 咱又去功 没有 您真好 您真好 太好了 太好了 那我们就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不去了 别去了 不去了 吃饭 不吃 不吃 真不吃了 吃饭吧 客气了 我不送 我就别让别送 吃饭吧 客气了 你把一家人说两样花 慢走 风呀妈 你在哪儿嘎嘎嘎嘎 找得我也好心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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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你怎么哼这小曲子 就跑来了呢 既然孩子们都同意了 咱还躲躲藏藏干啥呀 大萍梦婷那天找我了 大萍和梦婷找你去了 他们跟你咋说的 他说呀 让咱俩呀 现在相互的 合适合适 合适一段再说 再办证 我讲着这事挺好 没问题 你没问题 我有问题 那我老孟成什么人了 先合适合适 然后再办证 那叫啥呀 那叫 那叫非法同居嘛 那不是吗 哎呦 谁跟你非法同居啊 那你想得到挺美 我还得要我名声呢 那 那 那怎么个合适法啊 哎呀 你脑瓜子啊 那木呢 你 那不会 白天我在你这儿 晚上回闺女那儿住去 人正不怕影邪 脚正不怕邪歪 谁能说出啥呀 啊 你白天在这儿 晚上上闺女那儿去 啊 那你不敢敢上班下班的嘛 那你太苦了嘛 哎呀 不行不行你太苦了 既然他们都同意了 明天咱就去领证去 那咱谁还敢说啥呢 你 你个老梦头啊你 你 你咋戴一木头眼镜呢 啊 就看这么远 你也不为我想象 往后我咋在这儿家呆呀 既然孩子们都同意了 人家就这点要求 这算啥呀 咱 咱先合适一段 合适一段 这姚再说嘛 这姚日子长着呢 贺花啊 你太好了 一大清早起来 新斋子 谁明明是啊 怕这么急多沉呢你 哎哎哎哎哎 啊 心心热热 这么长时间了啊 把我这大梅人给忘了 是不是啊 忘不了 请客 请客 忘了谁也忘不了你 姐姐 我就说请你吃饭 借人家说请客 干脆咱们今天中午就请吧 走啊 我包这么张的 好 请 等我告诉你这儿 盘子 中午别做饭了 我要请客 什么 大爷 你要请客啊 哎呦 大爷 你太不讲义气了 你早说 你早说的话 我们昨天晚上就不吃饭了 我们得空肚子 牛圈 你伸出个马嘴了 一听说吃你就来劲 大爷请客喽 千载难逢 百天不遇喽 盘子 你有瓶上是吧 快去买早点去 去什么早点 你傻不傻 大爷今天请客 你会不会过日子你 你也告诉那个老东西对吧 中午早点关板 过来喝酒 行行行 我先外头去 咱是不是把孩子们也叫回来 不用吧 应该请邻居们吃饭 参加不参加能咋的 再说 那个蓝梅和三不上班 二平代表就行了呗 那合适吗 没啥不合适的 没事没事 那我去坐去 行 好嘞 二平啊 来 来 好 好 买熟食 买啤酒 中午我请客 您请客 对 对 哎 姐啊 是我 那老太太来了 嘿 咱妈给美了哟 说要请客 没有没有没有 没说要请你们 行 我就跟你说一下 好 好嘞 再见 咱妈也太不像话了 你说请客也不叫咱们去 你说这什么意思呢 你还在乎他那一顿饭呢 不叫就不叫吧 不是一顿饭的问题 邻居怎么看咱们呀 知道是没通知 不知道以外咱们故意不去呢 这不给咱们难堪吗 姐 我发现你现在脾气 越来越像咱爸了 你太绝了 你管他呢 说实话 他请我去我还不一定去呢 可是他不通知我 这心里头就不是资本 你知道吗 不是 我就没明白 你这什么心理呀 你这都是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心里不好受 你还看不出来啊 咱爸爸这儿使了一技 他告诉邻居们 何花婶子是正当啊 正当防卫啊 你看吧 以后有好戏看呢 姐 我也想了 咱爸岁数大了 只要高兴就就认了吧 哎 要不说 咱们掉了三儿梦想 一起去呗 看咱妈什么反应 我不去我这这么多 这么多 这么多事呢 你这 难免多事啊 这人都走了 这公司不就要散了吗 以后怎么办呢 想和北京一家名牌的公司联盟 那这儿留着给忠诚结婚呢 我和玉露是这么小的 谁让人忠诚这么小的 你还别说啊 玉露最近表现挺好的 像个妈样啊 那你以前还看不上 行了行了行了 以后我不叫她小老婆行了吧 你那个嘴 你那个嘴 说咱爸说咱爸 还说是我了真是的 那儿去不去啊 不去听我的 我不去 你看看 我白来了 我发现和你聊天挺逗的 你一会儿 一会儿 你他那都不去 不去 你不是个老大钟吗 我闹死你 你 你是吧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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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俩人 谁说说呀 什么我家 这咱俩的家 这个 我跟荷花能走到这一步啊 得说是多亏儿女孝顺哪 儿女要是不孝顺 荷花也不能走进我家门 对对 当然也得感谢你这个老红梅啊 好 对 对啊 还有你 解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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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的也没万一啊 对啊 我跟荷花啊 早就说过 说准备招在左右手吃一顿饭 说今天遇到点饱酒素菜 这个菜我跟你说呀 这个青椒 茄子 黄瓜 辣椒 那都是一颗花带来的 没上换肥的绿色蔬菜呀 看得吃好喝好啊 好 好 好 来来来我给你倒点 来来来 等一等啊 酒先先先便宜 别倒啊 你这老东西又有什么事 我倒你 我看啊 这顿饭 咱们得吃出个名当来 什么 啥名当啊 就算 这老东西 和人家喝花 敬亲的饭 别亲了 我快醒 别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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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一会儿啊 您给我喝花婶子 得来个交杯酒啊 我今儿个想往你脑子上 交一杯酒 我还舍不得你 到酒了 大美人 他不会喝 这酒也得喝 人是大美人的大女人 就同志己 千杯少 能喝多少喝多少 能喝不喝不算好 不能多喝喝就好了 一趟一趟 真是的 真是 真好 真好 好人哪 姐姐 咱爸可是得寸进尺啊 那今天请客吃饭 我看他分明就是当众宣布 这事铁板钉钉了 说不定过两天把证力一领 这就过一块了 这哪叫什么事啊这个 老爷子这是大造舆论啊 大平 我让你去你就不去 不是姐你怎么又怪上我了 你 咱去有什么用啊 咱 姐妈知道他狐狸装的什么药啊 姐你真逗 那病都好了 你这狐狸的药你弄明白 管用吗 嗯 没那么容易 再往前溜达溜达 你看这么多人 遇见熟人了我 都笑的慌 笑什么呀 光明正大的事 有什么还笑你这么大叔叔了 你这你真逗 那你说人家让人看见 在背后 那指指点点 那是多不好啊 走自己的路 让他们指点去呗 再说了 你知道人家指点是什么意思啊 还背不再说 嘿你看人家这俩人多幸福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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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你这个老孟有时候办事 跟那小伙子知道太愣 愣得好 愣得比巴当压不成屁来强 妈妈你给你出去 妈妈你回来了 买这么多东西 真是啊 模范妻子先进儿媳妇 你们老孟家 上辈子真不知道 积了多少德 修了多少好事 把你给修来的 孩子哥就爱说笑话 这可不是说笑啊 你们家风水好 要不何花婶子 怎么哭着喊着 奋不顾身的 往你们家哭呢 何花婶子来了 你走这几天 没人向你禀报啊 我还真不知道 你哥哥做了个善举 给你爸爸找了一个 终点老伴 什么 终点老伴啊 就是白天来照顾你爸爸 晚上回自个儿家里住寝 谭次哥你真逗 那还不和上次是一样的 不一样 上回是保姆 这回高升了 你爸爸把他提拔到老伴的光荣挂回上来了 谭次哥我不信你就能胡说 真的 你爸爸宴请大伙宣布的 说大萍他们孝顺哭着喊着要把老太太接过来 不过还是有点遗憾 遗憾什么呀 我要是大萍啊 我就让何花婶子呀 晚上来给大爷 白天回自个儿家去 保汉不知恶汉积 一点都不人性 盘子哥 你什么事都能往歪里想 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嘛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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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 盘子哥又做好人好事呢这是 我这人呢就这毛病总爱做好人好事 等你媳妇回来我告诉他呗 那好好表扬表扬你 不不不不 这点小事啊 就不用向组织汇报了啊 哈哈哈哈 heraus 那那那 кол了末班车的点了 那咋办呢 没车了呗 那我打个车回去吧 打车得不少钱哪 那该花也得花呀 那行 截车吧 师傅 上西柳林村要多少钱呢 就是要 那你再打回的车钱也给吧 八十吧 五十不行吗 你先太熟了 有这崽子 你看一看 快快快快去 快去 来来来 快点 哎呀 那你看这怎么弄的 咱俩整还把脚摆呢 你看 厉害不厉害 哎呀 要上院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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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给孩子们打个电话 哎呀 别惊动他们了 那你别慌我了 你给打个车回家吧 那你说你都这样了 我咋走啊 那你 要不然我把你送回去 我在我表姐那忍一宿算了 你表姐没在家 就你表姐夫隔人在家 你去了能方便吗 那也是 你说 那你咋办呢 你说这 还是上我那去吧 上我那去 哪去 我让林佑说的看见 人家多笑我呀 不会学堵得进村悄悄的嘛 走吧 那行吧 那你走得了吗 能走 走吧 走 大姑娘 我扶着你 好 当兵 蜘蛛 地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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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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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啥 我看看南湖里有没有水 给你拂拂脚 我这个脚不要紧 明天再说 今天晚上当务之敌 是你别暴露目标 你知不知道 二平 二平 快醒醒 干嘛呀这是 好像有人 快 哪儿啊 你爸那屋的 废话 半夜三更子 快睡觉啊 我真听见 好像有个女的说话什么 真的 女的 快看看去 去 我去看看去 你得脚要不歪 我不是早就回家了吗 现在说这些还有啥用了 咋回事啊 喝会儿 你笑什么呀 你笑什么呀 给我笑啥 有什么好笑的 咋的呀 我愿意笑 挂枪出去 摆完了是吧 那你说今儿晚上咋办呢 咋睡呀 你在床上睡 我在沙发上伦敦一宿 那不行 你一睡床 我上沙发上坐一宿 你身板为我身板结实 那也不行 这么大的床 还睡不下两个人 能睡下是能睡下 还是以法办事吧 你心思啥呢 不是我瞎心思啊 我不心思 别人也得心思吧 人正不怕影邪 脚正不怕邪外 你那本事走哪儿去了 我都不怕你怕啥呀 可也是 去 那就都在一个床上睡 对呀 那咱们就 都别脱衣裳行不 别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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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东西比我还奉剑呢 不是 晚节纵如闪哪 去 我都十几年 没跟男人睡过一个床了 我也是 十多年为个女人躺一个 咱不落这个 不落这个 咱不落这个 咱不落这个 那落啥呀 落生气的事 行 落生气的事 落生气的事 你说咱那帮兔仔的啊 为了反对咱俩黄昏恋 嗯 啥招都使 什么爸爸都拉呀 是啊 他那么恨人 啊那么气人 你说啊 坏 就说这呆吾他他 他这么深呀 那肚子 就是 生气没有 生气了 生气了是吧 哎 心思生气的事 嗯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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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生气的事 一字生气的事 一字生气的事 爸啊 这脚咋的啦 不小心崴了一下 爸 那让二几个蛋也上医院看看去吧 不用 不碍事 不碍事 爸 脚摆的厉害不 不厉害 那你竟然歇班啊 我歇班这不弄早点的吗 爸你想吃点啥 买点酒去吧 行 咱俩有吗 不多了 是吗 行 姐 姐 姐 温叔 出事 出事 怎么了 怎么了 姐 昨天晚上和爸在咋办那住下了 你看看呗 咱爸嚷嚷要领结婚证是给别人听的 这不也住在一起了吗 看来咱爸是同一时婚的 我说什么来着 他这是想堵你们的嘴 他这叫得拢望书 对 咱爸早有盘算好了 还没看出来啊 咱爸这都计算好了 他是按着他的步子 一步一步勇敢地往前走 下一步就领证 你绝不过他 不行 以后说不定得给咱们找多少麻烦呢 咱们得守住最后这一道关 知道吗 不能让他领证 说什么都不行 对 一领证说啥也晚了 那你说 有什么办法 我倒有个主意 不是行不行 快说 什么主意 有什么主意 是